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方法,这个对象是很重要啊,很重要啊 来,那么咱们说一下啊,这个Severide Context是什么东西呢? 它代表的是整个应用 就这个对象啊,它能代表咱们整个应用 整个应用啊,那么它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应用只有一个Severide Context的对象,也就是说什么? 它也是单实例的,就这么一个实例啊,就这么一个实例 一个Severide Context对应一个应用,反过来说一个应用只能有一个Severide Context,一对一对关系,是不是? 你不能创建多个啊,你也创建不了,你这个创建是你创建的吗? 不是,不是你创建的 那么咱们说这个对象,它的作用啊,它有三个作用,第一个,它可以作为郁语对象 什么叫郁啊? 郁语就是范围,是不是啊? 郁语对象,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它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所谓的范围内是当前应用,它是不是代表当前应用啊? 这个范围内,那么当前应用里面是不是可能有好多加法类? 好多Severide,对不对? 那么它可以使多个Severide共享这个里面的数据 可以共享数据,能听吗? 啊,那么另一个作用,是获取全局配置信息的,咱们刚才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叫gat in prime吗? 那个是Severide的config都在,它只能获取到某一个Severide里面配置的那个信息,而这个对象呢,gat in prime呢,它可以获取到咱们全局的啊,就是它就不是以哪个Severide为单位了,是整个应用的全局信息。 以后咱们来说啊,获取这个全局配置信息。 第三个作用,可以获取资源路径。 它可以获取得咱们当前应用的任何位置的任何资源。 也就是说,可以获取咱们当前这个项目里面啊,任何路径下的任何的文件能力吗? 这能力吗? 当前应用里面,你想获取哪个文件,它都能得到。 任何路径下的任何文件都行啊。 是不是三个作用? 预对象,获取全局配置信息和获取资源路径,这么三个作用啊。 那么咱们说第一个,这个啊,它在一定方案内,就是当前应用啊。 就是在当前应用里面,可以使多个servalite的共享数据啊。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怎么做的啊,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这个,我现在画的一框,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这个当前应用啊。 我是不是D08,对不对? 当前应用。 那么这里面我有个servalite1,有个servalite2, 可能有好几个servalite2,好几个servalite2。 这里面大家看啊, 它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访问到这个比较什么数据啊? 这叫servalitecontent这个比较。 它维护的数据怎么维护呢? 里面是维护了一个map集合。 map集合,里面是不是有k和value啊? k和value。 那么,既然它维护一个map集合,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方法了? map集合在里面,它这个方法叫servalite2。 servalite2。 servalite2。 大概是不是有一个name有个value啊? 就是当前这个servaliteconfig, servalitecontext.servalite2。 servalite2。 是不是添加属性啊? 属性,那么name, servalite就是servalite类型的。 vlo呢是opalite类型。 Nou我们这里面, 这个方法一掉,你看这里面呢? 比如在这个servalite里面, 我写一个叫servalite2。 servalite2。 name就是name。 vlo就是tom. 这时候咱们这个对象里面, 是不是放了一个简直团啊? name和tom. 那么下一个 想取在里面出去怎么取呢 你这下一个里面直接掉什么呀 盖下去的区域策根据什么呀 根据什么呀 根据这个内幕就把汤姆取出来了 这能不能理解啊 我问你这个盖下去的区域策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 是什么类型啊 你给我看看来 咱们这里面赛他是不是开始内幕 就是死去的已经了 外国是不是奥不赞他 你存的值是不是奥不赞他 那体呢 是不是肯定是奥不赞他 你存的 你就存的这种话 他是不是也给你 给你 这叫什么是不是装香啊 是不是啊 提升了 是不是给你变成奥不赞他 那体质肯定是奥不赞他 你要变成死去 你是不是得强转回来 能理解吧 他有个叫吕木我也去不得点 是不是根据内幕把它外来移除了 对 根据内幕名 把这个建筑队移除了 死云木啊 重点是谁呢 赛他也去不赞和盖他也去不赞 这两个方法我们以后应常会用啊 所以你给我记着 以后你再遇到有赛他也去不赞和盖他也去不赞 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对象一定是维护什么东西了 维护什么了 麦克集合嘛 是不是 这是维护麦克集合了吗 看到看到这个东西吗 他里面是维护了一个麦克集合 能听懂吗 来那咱们做一个来 就他里面有一个属性是即可 是麦克 哼 这Servant Context里面有一个属性叫麦克 是麦克这行的 就是什么回事 来 新建一个web project 这里面叫D08下话线的底了 02下话线 SERV2EP Servant Context 来 右键我们新建一个Servant Com.it Keyma. RServant 这里面 RCRV2EP Servant CMO Servant 我这里面是不是测试Servant Servant Context 对不对 这不还是Servant 是不是 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了 来 就弹幕E得了 就弹幕E就完了 Findness 测试一下你们 咱们说 这里面 怎么得到Servant Context 看什么了 是通过Config 这是.Get Servant Config 对不对 这下边上你们大看 是不是直接有个叫Servant Context 是不是 两种方式都行 其实两种方式都行 咱们刚才说 这个Servant Config 是不是可以得到Servant Context 其实我用着用非得查得到吗 不用 不用 对不对 你咱们看来 Servant Context 是不是有看看是的 这在哪 是在Servant Context 那里面 那么 咱们点进去 在Servant Context 咱们寄来给你们 你看一眼 这方法哪来的呢 这个 在这里面 还是在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 咱们点进去 它是不是有个叫这个方法 既然咱们正在这个Servant 已经实现那个 这个接口了 它里面也有这个方法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直接掉这个方法 也完了 对不对 来 它仿为值 就是叫Servant Context 对不对 那么这个名一般我们叫 Application 能力一下吗 咱们说Servant Context 是不是代表当前应用啊 所以我这名字叫他能力一下 来 看这个C 我干什么呀 是不是 点 Set 对不对 我这个K 就叫Nemo 可以吧 Value 套姆 可以吧 你显示 看出示 来 通过谁呀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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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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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这方法 是不是他呀 这个方法 是不是得到了 这个对象 对不对 行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 Servant 就是什么意思啊 像 是不是 就是这个对象当中 哎 添加一个 建的对 是不是 直 建 直 对 能能理解吧 就是管你添加个数据吗 是不是啊 好了大家注意我现在是不是Servant 是弹幕一啊 再来 右键 新建一个 怎么 怎么 所以那是 我站里面干什么呢 是不是取出来那个值啊 什么取 大家注意啊 来 这是点 你首先是不是还得到那个 Servant Contents的 对 这是点 Gate Servant Contents 其实啊 我都不用这么访回它了 是不是啊 我完全可以这样写 咱们说 同学们啊 等号 左边能点出来这方法 是不是等号 右边也能点出来啊 那等号就是等价了 对不对 是不是哪边点都行啊 所以这回解写了 行吗 DR Gate 有没有 我这么写那么快明白 好了 通关内幕防御值是什么呀 Update Opdate 许元一放进去 肯定是Update的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是StR&D怎么办 哎 哎 来 就前转一下就完了 下面咱们输出 嗯 出去可以了 嗯 来 保存一下 我这个 怎么访问这个 我这个 怎么访问这个 我这么厉害 我这么厉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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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输出银子 你不能直接访问这个 雷 是不是 嗯 我以前大了 嗯 我以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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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嗯 这就好了呗 呵 它的顶多输入一个A1R2R0呗 对不对 嗯 咱们应该放过谁啊 3123 来 0 3 下发线 这叫SRVRT C1 TNC 下面的叫DEMO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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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停了